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国平主力没有参赛的情况下,面对日本全主力出战,国平男队夺冠前景非常渺茫,国平小将们想要夺冠南上加南,因为我们国家的两项运动长项就在于乒乓球游泳,把重点可能都放在了亚军会。 大关国平最强的对手,日本对折派出了全主力出战,既然参加了就应该全身新的投入。 即便是一场公开赛,在这一方面表现,他很好的是国平女队,在比赛前两轮全胜星级八强,不过虽然此次赛事中国男拼有所失误。 但是整体来说,中国还是很强的,2016年日本公开赛上,凡震东让无数外国人归着看完的神级旧球,以及曾经被预为最神异球的王立青和马林的对决,全程高囊。 在一场乒乓球比赛中,王立青和马林对战,刚开始,画风还很和谐,接着两人开始放高球打,王立青直接跨到赡板外接球,好吧,知道你腿长,然后打着打着,两人换了个别,最后,竟然还能转回来,可以说是很强浪。 其实,我们作为普通观众,看到更多的乒乓球界的风光和传奇,而他背后的竞争和淘汰,苦痛和血泪,总是不为人知,杨冠利子,十岁,练球四年,天赋不高,但是奔刻苦。 他的,父亲辞掉工作,带女儿远赴山东路能练球,专职陪女儿练球,每天接踪,风律无足。 他的梦想是当世界冠军,光松耀族,叫子正,十一岁,练球五年,他是去练及地理个头最小的一个,却有着少见的天赋,拿遍了他所在年龄组的所有冠军。 在他很小的时候,父母离异,他从此没见过母亲,父亲在超市打工,负责养生活条件很拮据。 教练对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,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,他的梦想是以后能超过家计科,除了他们俩,训练基地里更多的,是离乡背景的平行鸟子。 他们从小离开父母,独立生活,在练球的路上,面对越来越大的困难和孤独。 这些酷恋的孩子心里,可能都有一个冠军梦,但能走到最后的,只有最拔尖的几个人。 作为国球,乒乓球这项运动淘汰率高,成才率低,从少计校到省队,再到国家队,一级一级大浪淘沙。 能看到最后参加国际大型赛事,接受全国观众欢呼的,是不到万分之一的金子。 每个成功的球员,都曾是一个为了乒乓梦想孤注一致的孩子。 乒乓球项目一直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,所以,我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失败。 毕竟我们在足球,跨篮等竞技上的表现没有那么好,但是,对于中国对偶尔的失误,我们需要抱着原谅的态度去督促他们,毕竟没人想输,是吧?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